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请你真的回家做几个作业很重要的作业 第一个我们应该已经学会Power BI怎么下载 首先怎么找到这套软体 第一个先到Google大神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输入Power BI 这Power BI点下去之后 第一个Power BI互动式资料视觉效果BI工具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一套软体 它是一套软体 如果这一出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教ExcelPower BI 那个Power BI是真一极 它是一个外挂程式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通过电脑里面都有Office的软体 你只要Excel 你就可以做大数据分析了 那跟现在这一套软体 它干脆就把那些真一极 扩大化变成一个软体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点选Power BI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免费的注册 免费的开始 还有针对这个产品 Power BI 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已经到Power BI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免费开始 免费下载 然后它这边就开始去做软体的下载 下载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下载好之后 我想各位就去安装 重点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免费注册 免费注册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免费注册的部分 你一定要去输入一个email address 这个email address 一定要输入是一个组织的 这个组织各位知道吗 像例如说我的单位在国立阳明大学 他就要看到ymu 他其实很简单 他只要把那个什么 点net的 点com的 那些 那些 关键字拿掉 那如果说今天像什么 gmail 他就限制住 不可以使用 类似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使用一个组织的电子邮件 那接下来呢 他到时候行销的时候做广告 他就直接发email说 你们这个组织里面已经有多少人在使用POWER BI了 他了解吗 好 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的商业智慧都是在做这样子的行销 好 那就提供给你参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软体下载没问题 然后下载完毕 当然就是安装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免费注册 免费注册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去注册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请 这个地方就不再多做一些赘述 请不吝点赞